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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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才能保护小王子了 是 妈妈 我不走 我要跟你在一起 阿迪提亚 听话 你是拉玛尼国的王子 你要坚强 快走 再晚就来不及了 是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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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提亚 阿迪提亚 妈妈 妈妈 阿迪提亚 阿迪提亚 阿迪提亚代 马生 那么 和让娜他们告别不久 我们也离开了僧家浪 前往古里国 继续追踪塔努 古里国就是未来印度的卡利卡特 万财叔说 那里盛产各种香料 尤其是黑胡椒 因此又有芳香之国的 大美称 这个美丽的国度 真是令人神往 快看啊 前面就是古里国了 古里国到了 古里国 我来了 文财 gufi 带你这边 这边行 浮iyet 这边行 你他想一看一看来 你这儿想 往这儿看啊 来啊 我这个 快 快 来吧 玄空树 真是空的吗 你看 那个玄空的 真厉害啊 这必须拍一个 你刚刚进这半天了 你看这儿 到我这儿看一看 小琪 小琪 这边 这边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 马上就来 这么回事啊 你真是骗子 不跑 玄空大师呢 这是什么 哦 原来这就是 玄空树的秘密啊 都怪那个莽撞的小子 这个魔术没法再演了 卡拉拉 你别难过 我也会表演节目 王子殿下 你 对啊 我会跳舞 这孩子 跑哪儿去了 我还着急弹生你呢 时间不早了 这样吧 清儿 你陪万才叔 去买香料 阿满 王马肚 你们两个 留下来等小琪 船船 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狐狸不但生产香料 还是有名的武术之香 我的刀 很长时间没有修理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 去一趟武馆 请人打磨一下 也好 那咱们就分头行动 一会儿啊 在这里会合 他到底哪儿去了 哎呀 这里真热 好渴啊 买椰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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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 买椰子啦 太棒了 买椰子啦 我真热 到这边 买椰子啦 大预岛 快又要留下了 呀 大预伦 买椰子啦 小预前 ה 请问这是什么兵器 这叫印度软剑 是我们古丽国特有的兵器 刚柔并技 攻守兼备 好 王船长好眼力 请 谢谢 这几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桑巴丹的手下 李咎门 给我上 真是太好喝了 大妈 我还想多要几个 带给我的朋友们 好 你别扔啊 这椰壳呀 还有用呢 还有用 给 椰子啊 一身都是宝 椰汁可以喝 肉可以吃 椰壳晒干了 还可以用它呀 编绳子造海船 造海船 那当然 我们这里造船一根钉子都不用 全靠椰绳来连接 这是你们要的兵器 嗯 带走 是 是 是 等一等 你们还没有付工钱呢 哼 付钱 大爷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你想不想要啊 敢来这里抢劫 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铁头弓 我们走 是 慢着 王大元 乖乖放下武器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王大元 我们正愁找不到你呢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小心 王大元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疼死我了 王大元 你你你你 你耍赖 你还有脸说别人耍赖 王大元 咱们走着瞧 王船长 今天多亏你相助 这把软剑请你收下 不不不 这么贵重的兵器 我可不能双 别客气 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 叫宝剑赠英雄吗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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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 到底跑哪儿去了 马马杜 阿曼大哥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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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算找到你了 我们还以为 你被坏人给拐跑了呢 那怎么可能啊 能把我拐走的人啊 还没出声呢 你们一定渴了 喝叶子汁吧 好喝啊 这椰子真解渴啊 小琪 你这件布袍哪儿来的 是玄空大师的 玄空大师 是这样 刚才我碰到一个 会玄空术的大师 你知道 它是怎么玄空的吗 什么声音 真好听 好像是笛声 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咱们也过去看看吧 嗯 太神奇了 好 好 好 克里西娜 克里西娜 我封了钢沙娃的命令 来抓你 这下你跑不了了 啊 可恶 饿棍 魔鬼 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 这怎么回事啊 你往哪儿跑 你放开我 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放开 谁 谁 谁打我 打得好 该他 你们打我干什么 干什么 我牛阿满 平生最狠欺负 父女和小孩的人 等等 你们听我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 别害怕 我们会保护你 哎 哎 队长 我是好人 打得好 你们别打了 他不是坏人 我们是在演戏 演戏 演戏 你们快放开他 看完了 崔子 我们怎么这么面苦啊 他 他们认识啊 废话 我们是在演戏 演戏 是以演戏为生 懂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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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大叔 你不就是那个 会悬弓术的大师吗 怎么又是你啊 你刚才抢走了我的衣服 现在又搅了我们的表演 还让不让人活了 哈哈 大叔 都怪你们表演得太好了 我们太入戏了 这是您的衣服 我们正在到处找您啊 算了 你们也不是有意的 就当我们倒霉吧 别呀 实在抱歉 闹了这么大的误会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 不如到我们船上去坐一坐 大家交个朋友吧 这 走吧大叔 到船上 我给你贴块膏药 伤就好得快了 那好吧 好 太好了 走喽 大叔 这叫虎骨射香膏 专制腰酸腿疼 跌打损伤 天上 您的伤就好得快了 大叔 大叔 这叫虎骨射香膏 热热的暖暖的 确实比刚才舒服多了 哦 对了大叔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我叫喀拉拉 喀拉拉 喀拉拉 对 喀拉拉就是椰子的意思 叶子叶子 叶子 叶子 魂神是宝 你是神赐的利用 好 好 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阿鲁卡 对 阿鲁卡 他是我的孙子 看样子 你们也不是本地人 你们的老家在哪儿 呃 我们的老家是 是圣里城 嗯 圣里城 你们不知道圣里城啊 那可是南印度 最宏伟 最豪华的都城 那里每年 都会举办万国集市 在我们印度 没有人不知道的 你说什么 万国集市 对啊 那是由圣里城国王 亲自主持的盛会 全印度的商人 都会去那里展示 他们最好的商品 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好看的 全都应有尽有 静止 就是一场盛大的节日啊 是吗 那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呀 大元 要不 咱们也去圣里城吧 这 去吧 船长 说不定在那里 我能找到苏玛丽青呢 嗯 是啊 船长 人群聚集的地方 信息比较灵通 说不定啊 在那里能打听到 塔努的消息 再说 我们也可以送 喀拉拉大叔他们回家 岂不两全其美 是啊 罗贝大叔 您说呢 我年轻的时候 就听说过万国集市 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看看 如果能去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难得大家意见这么一致 那咱们就去圣里城走一回 太好了 去圣里城哦 去圣里城 去圣里城 我说撒哈姆 我撒哈姆 连一个小小的武馆头头 你都摆不平 你还配搭海盗吗 大王 不是我打不过 都是汪大元倒得乱 汪大元 是啊 他们已经到了古里国 此同好 现在就停在港口 什么 靠小子 我不会放过你了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都是他们害我丢了座船 从海盗沦落成了陆匪 这笔债 我要他们拿命来还 我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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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 我 你 你